那我们2022年实践大事 已经办完一件了 阿们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的地方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事 但是呢偶尔还有一件事情还真的挺考验队伍的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今天我Janny不在 我想Janny也没有告诉我 那这个例子也没有告诉我 她请了很多这个不讲中文的朋友 所以早这个下午我到这我发现 这个我要用中文讲 大部分都是这个不讲中文的 那我想我就用英文吧 所以感谢主有人会翻译 而且是专业的翻译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这就是伊娃刚刚经历的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抱怨 这是老板的 你没有工具 你没有资源 你可以不干 但是做老板的就不能不干 硬着头皮也得干 所以今天我也不能说完了 整理把老外过来 对不起 我不给你们洗了 不带这么玩的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非常清楚 就是透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活动 干嘛呀 锻炼我们自己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是我大学同学的话 说你所有做的事情 不管是付钱的还是不付钱的 最后都是给谁做呀 都是给自己做 所以神又说了 你多重就多收 那我相信 愿意成长的 就留在我们教会 我们就已成长 别管这活是谁的 在这个教会 永远别问这活谁干 你看见了 就是你的 你就干就对了 你说我干完给不给钱 这个教会从来不给钱 甚至 甚至你干完以后 还会被批评 为什么 中华讲多干 多错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想鼓励我们的 继续我们的鼓励姐妹 慢慢的去感受 我们教会的这样的文化 看起来 我们这样的文化 有点混乱 但是恰恰 我们这个世界 是因为混沌 而变得有秩序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这段经文 当耶稣复活以后 一次又一次 向门徒显现 当耶稣复活 又一次又一次 向门徒显现 那这一次 是一个背景 背景就是 中间隔了几天 他的门徒呢 就对革命 丧失信心了 你知道吗 所以前两天 我还跟 跟 跟那个 这个Vivian讲 我说 如果你对我有意见 你要对我讲 你不要私下讲 私下里讲 在我们教会就犯了一条罪 叫动摇革命信心 所以 这个彼得 那犯的罪 那比Vivian犯的大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在下面讲 他把队伍怎么样 给拉走了 他带着队伍干嘛去了 打鱼去了 所以彼得带着队伍打鱼去了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 对革命丧失信息 因为你们对最圣经熟的人 你们知道 耶稣对彼得说什么 说从今往后 你要怎么样 You are fish a man 中文叫得人如得鱼 英文就是说 你是一个打 不是打鱼的鱼夫 是打人的鱼夫 这个千万不要误会 不是打架的打 是打鱼的打 但是把鱼换成人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在想 我们谁都不要 说另外一个人信得不好 很有可能 你就是那个信得不好的人 所以我做牧师二十年 各种各样的案例 我见多了 所以基本上我都知道 最终就是信心不够 那信心不够 我们就忘了主说的话 信心不够 我们就会把我们眼睛 看见的耳朵 听见的 太当回事了 所以就开始担心了 所以他就开始忧虑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看这段经文 耶稣知道不知道 彼得已经对革命动摇了 对吧 所以耶稣上来 前面就跟他讲 说兄弟们有饭吃吗 你们不是拉着兄弟 重操就业了吗 你们对革命丧失信心了 你们觉得干革命没前途 打鱼有前途 对不对 你们去打鱼了 有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所以在这里面 有一个很经典的对比 就是他们打了一夜的鱼 没有打到鱼 而且说你们现在把网打下去 结果鱼多到怎么样 这个拉不动了 那这是一个对比 另外一个对比呢 这帮兄弟干了一宿 什么都没有 自然也没有吃的 可是上岸的时候呢 什么都有 饼也有 鱼也有 所以今天我祷告 伊瓦也好 威文也好 这个中国的东学也好 学也好 我祷告 你们也经历这样的经历 就是你们对革命丧失信心了 你们对革命信心不够了 你们对革命的信心动摇了 可是你们会发现 上帝依然还有恩典给你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不会继续 我们不会继续 这个没有信心的往前混日子 而是相反 更有信心的积极的去生活 所以彼得这个时候 他圣经说光着膀子当时 对不对 因为打鱼很辛苦 所以赶紧披件衣服 为啥 毕竟要见耶稣 所以还是要正式一点 所以赶紧披件衣服 因为船太慢 他就跑到岸上去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背景 那我们看 然后他们在一起吃饭 耶稣就对彼得说 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你能找到英文版本吗 你看英文怎么说 约翰福音21章15节 就是耶稣问彼得的那句话 你不用把整个英文找出来 你就把那一句话英文找出去行 对 21章15节 所以你看我在这讲道呢 站着去干嘛去了 去吃东西去了 所以我就问 Do you love God's word more than food the same 所以今天 耶稣问彼得 彼得呀 饭也吃了 鱼也打着了 这一切都在这呢 你爱这一切 还是你爱我 你明白吗 不用你关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 君文港道姐妹 今天把这句话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这句话会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问题 但是背后就一个问题 你更爱上帝 还是更爱这世界上的事情 你更爱上帝 还是更爱这个世界的事情 所以今天 耶稣问彼得 说 你没有鱼 你没有饭 所以你带着兄弟们去打鱼去了 想混口饭吃 但是现在你们打了一球 也没有鱼 也没有饭 好 现在鱼也有了 饭也有了 这些东西在这呢 你爱这些 你也爱我 你爱这些更多吗 还是你爱我更多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想 我想 我想讲 这是我们所有人 都要常常 问自己的问题 前两天 有一个人 到我家 说 哎呀 牧师啊 这个我现在有个生意 需要你帮忙 如果我生意成了呢 我给你捐十分之一 这个事好不好 Grace 很好的 很好的 right 被我当场制止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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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要捐献 我不帮你 你也要捐献 我说你不想捐献 我帮了你 你也可以不捐献 这些年 我帮了太多人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回过来给我捐献 我说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捐献是捐献 交易是交易 不要跟我做交易 我说牧师如果做生意的话 轮不到你跟我做生意 新冠的时候我就赚爆了嘛 一条命十万美金 我救了二十个人 两百万美金就赚到手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 今天我也常常面临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人家为什么找我帮忙呢 因为我祈祷零 可是因为我祈祷零的背后 他们不知道 是因为我听神的话 我爱神更多阿们吗 如果我真的不小心被诱惑了 哎呀妈呀 这比生意这么大 能他们做成了 能给我捐这么多 那我就心动了 只要我心一动了 我就爱神更多 还是爱钱更多 我只要心一动了 我就爱这个更多了 但是我爱这个更多了 就爱神少了 当爱神少了 祷告也不灵了 所以最后你怎么样 你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 一定要把谁放在第一位啊 一定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而且是always 常常的 不是只是我需要的时候 所以今天 这就是那些新主时间长的人 他们会劝你 一定要忍耐啊 一定要顺服啊 一定要敬畏神啊 一定要尊重权柄啊 你听完以后就好像 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得一样 你会很烦 哎呦我这样做没个性 当然你可以有个性 但是有个性 最后的结果就是离神更远 当然有个性 那个最后的结果就是 最后你就剩下个性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什么人都接 我什么事都做 包括刚刚 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我也给他洗礼 那些人来了以后 并不是真正想有什么 对神有多么大的那个爱啊 只是想给朋友面子 所以今天 你明白我在想什么 如果这些人 这么好的牧师 这么好的教会 我想更多的礼拜上帝 一定就会留下来的 所以我都没见过他们 我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所以我在赞美式结束了 我就来一个break 那你们想走就走吧 那你们想留下来就留下来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知道 那这个姐妹 她刚刚受洗 对于她 我还是要给她一个favor 就是让她可以 跟我们利息领圣餐 当然今天我可以 做一个决定 受洗完了 结束了 你们OK吧 我再过来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在这个世界上 叫基督徒的人很多 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很多 嘴上说爱神的很多 但是放在行动上 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今天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教会的活动不多 相比很多教会 所以我们教会 千万不要迟到 迟到 迟到就说明 我们对上帝的事情 不够重视 因为无论我们办什么活动 我们都是打着谁的旧要办的 没错 赢得那么旧 奉主民办的 所以我们聚会是奉主民聚会 我们办活动是奉主民办活动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们都希望大家准时 所以最近我对 我对一些一些人迟到 我想我不私下里讲 那我公开讲 为什么公开讲 因为这是对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的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在在线上 听众姐妹也是这样子 可能有一天 3月1号断网了 没有这个线上聚会了 但是我也要说 我们线上聚会也不要迟到 虽然我们线上的聚会是 北京时间8点开始 但是每次你们看到 基本上在7点半 最晚的时候7点40 我这个已经在线上了 而且我的音乐已经放上了 那赞美师在那里 所以今天我想 无论是现场的还是线上的 你们的迟到 说到底 就是对上帝不够重视 所以今天我想 伊瓦也是一样 移民局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什么通知 让你去面试也好 打指纹也好 告诉你8点半去 请你告诉你 可以绝点半去吗 所有人包括自己都这样 7点半就去了 就像前两天 我上国税局办案子似的 约不上咱都去啊 人家跑来推 only by appointment 哎呀那也是 大哥你让我进去吧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耶稣问 彼得你爱我 你爱这些东西 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 去把那个mute就好 总的mute 对总达mute就行 所以今天你爱我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这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 这么多烦恼呢 就是这个世界的人 就爱这些变化无常的东西 这个世界的人 就爱这些变化无常的东西 而 我们如果爱上帝的 最大的好处是 上帝怎么样 永不改变 上帝永不改变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耶稣三次问彼得 同样一个问题 OK Thank you 好了 耶稣三次问彼得 同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 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 我们就在这个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会讲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迟到 所以我自己我相信 我们教会 无论是现在线上聚会 还是在美国的线上聚会 我都希望弟兄 我希望姐妹去想一想 我们这个聚会 如果是王牧师自己的聚会 如果是王牧师自己的聚会 你们都不要来 因为我自己 我很清楚 我的聚会 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的好处 你们也不需要来 但如果这个聚会 是敬拜上帝的聚会 那今天迟到的人 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约翰的儿子西门亚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约翰的儿子西门亚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所以我自己 我这些年 我也常常的在一些决定上 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抉择上 我问我自己 我是爱神多一点 还是爱上帝多一点 我不希望你们跟我比 但是我只是讲出我真实的心声 在2017年 当我们的身份被拒的时候 我当时面临着很大的抉择 就是是回去还是留下来 你们知道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即便你身份黑了 你还是有办法怎么样 留下来的 即便你被拒了 还有其他的路 所以当时有人就跟我提出来 说牧师 你在中国做牧师 中国政府又逼迫你 然后你可以在美国通过这个逼护留下来 所以我祷告以后 我很清楚 第一 我有没有受逼迫呢 天地良心 我真的有受逼迫 因为我教会刚成立没多久 安全局的人就找到我们教会的其他人 没有找我 给他们一顿恐吓 因为这个是这个常用的江湖套路 把你的团队挖解了 你就变成什么了 光杆司令 兄弟在国内待过知道吧 他不找你 今天我要搞垮你的公司 我先把你公司几个重要的设计的 施工的 监工的 你知道 把他们给拉走 然后就剩你光杆司令了 你懂我说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我特别强调 在我们教会 所有负面的话 单独跟我说 不允许跟其他人讲 在我们教会 这是我的 你如果公开 你如果私下里讲这负面的话 你就是在动摇革命啊 同意吗 我不是讲我全对 而我是想说 我们做完以后 任何事情都有后果的 有些后果是不可控制的 如果教会人少无所谓 如果教会人多 你讲一些牧师负面的话 那这个效果传出去以后 会影响整个教会的 一个很大的合一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一直 我对我中国的通工讲 现在对美国通工这样讲 我说我不是万人 我有做的事情 让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或者让你担心的地方 你就找我来 既然你关心我 既然你爱我 不要用嘴 而是要行动 而不是在底下 跟张三讲 跟李四讲 那今天 我们在 我们我们 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 我们会发现 你的一个小的 一个不精心的动作 就会带来 另外 无限被放大结果 为什么 中国话说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对不对 所以你看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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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教会是很不容易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 希望这个教会好 如果不希望这个教会好 早就走了 所以既然我们留下来 我们还有智慧 留下来是信心 not enough plus wisdom 所以 我在中国 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在美国 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所以 如果 有一些事情 让你担心 让你不安 让你不舒服 或让你觉得不好 你来找我 因为我也需要成长 我也需要改变 你不说 我怎么知道呢 但是如果你没有找我 在私底下讲 那这样的话 就带来了 有一些不可控的影响 所以今天 我们讲到这 我们再来看 约书就问彼得 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如果你真的爱上帝 你就算这段时间 这个主不在了 可能没人捐钱了 然后你们几个没饭吃了 你们也要留在这里啊 因为耶稣自己 有二十天进食祈祷 这个是门徒知道的 因为耶稣也带着门徒 一起进食祈祷 这也是门徒亲身经历的 所以你们就一起祷告就好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特别的想 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 也在两千年前 与耶稣同行 然后当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会是怎么样呢 我大体上想 我们做的未必就比彼得好 所以我自己也是经历了 很多神的管教以后 我才知道 其实我可以离开神 看起来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更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我们每次迟到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有另外一些 更重要的事情 占据着我们时间呢 当然 如果我们觉得那些事情 更重要 那就意味着 那就意味着 上帝在你身份中 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 在美国 在中国 我们教会的目标群里 都是职场人士 职场人士 没有一个人是轻松的 伊瓦说他整整一周 没有一天晚上 是凌晨一点间睡觉 然后那个 Jenny和Andrew 我每次看到他们 眼睛都是红的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我非常清楚 这些事情 是不是好的事情 是好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 再好 不能比上帝更重要 不能比上帝更重要 所以今天 耶稣问彼得 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我自己 我又回到我刚才讲的故事 当时有人说 牧师你们就做庇护吧 那个时候 真的 我受过逼迫 安全局的人 找我们教会的人 你知道吧 这也 怎么讲呢 凡事都有两面 他找我教会的人 我教会人就信了谁呀 信了安全局的人的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特别强调 不要把负面的在群众中讲 安全局能讲吗 你们欣赏的挺好的 好好信 安全局讲的全是消极的 全是负面的 你这么信犯法的 你这么信将来会影响你工作的 你这么信 你知道你公司都会受影响的 安全局讲的就是这样的话 但是 我那个时候 刚刚当牧师 坦白的说 我自己除了对圣经懂一点 其他我都不懂 更重要的是 我也不懂怎么去经营这个团队 去建立这些同工 所以我周围的人怎么样 就真的信了安全局了 甚至有一个兄弟就跟我讲 你还记得吗 编制墙 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干部 IT 连我的电脑都在他手里 我的密码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现在我都不用别人 塞他部电脑 我的电脑 我的账号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个时候我是很信任他 都在他 结果他说 安全局找他了 不能聚会了 我们去教堂吧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要去教堂 你自己去 我要留在这 带着大家继续信赏 这个兄弟因为被安全局 已经给 给给拿下了 你知道吗 就是恐吓住了 倒不是从安全局 他说 这是犯法的事情 他说这个我们好多人 都是自己公司的 会让我们公司经营的 你知道吗 在中国 不管你公司做的多么合规 只要你得罪政府 政府想找你的毛病 你公司全是毛病 对吧 我们从大陆来我们都知道 他说这么多弟兄姐妹 都是自己公司的 包括那种老段也在 我们我们教会吗 都是公司的 那这个得让弟兄姐妹知情 我一看事已至此了 我也不用客气了 我说你可以在教会公开讲 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你可以公开讲 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说安全局找到我们了 甚至威胁我们 让我们不要聚会回到教堂 但是你不能解散教会 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可以告诉大家现在这里很危险 但是你不能说你们散了吧 我们散了吧 去教堂吧 你们明白我要讲的吗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OK 你可以告诉大家 然后你也可以走 任何人可以走 即便你们全走了 我Peter王我还站在这里 因为God call me to be a pastor 你可以走我不会走 所以今天那是我受逼迫的情况 虽然没有真刀真枪的威胁到我 但是人家已经用这种常用的手段 把你的四梁八柱给你瓦解掉了 就让你光杆四零 但是很感谢神 再往后走 我们的教会被建立的非常好 我们教会的同工也有人 像伊瓦一样像威脸跟我关系很好 就是我那时候家在中国的时候 我来美国我住在威脸家住在伊瓦家 以后我家在美国回中国的时候 我就住在张三家李四家了 但是我告诉你张三和李四 没有一个人私底下讲我负面的话 这样讲不是说我就是对 而是说任何他们对我一件话 他们单独就跟我讲 直接跟我们讲 我们把现在处理掉了就OK了 不会让下面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些呢 因为当我们教会一旦打游击了 各位你们就是游击队队长了 你们就得需要懂一点最基本的领导力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家规 我把潜规则变成民规则 也希望你们领受这个精髓以后 你们成为优移队长 也要要求你们身边的人 因为现在所有的压力在我身上 当真的我们中国教会变成游击队了 那所有的压力就落在各位的身上了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自己 让我们做一个高素质的领导 所以很多教会出问题 so far我们教会没有出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家风怎么样 很正我们家教很严 你也可以去圣经里找 你说牧师你这么讲不对 我欣然接受你们对我们的批评 但是我可以让你看到这么多教会分裂 但是目前我们教会没有分裂 原因就是这些弟兄这些姐妹很清楚 我是什么人 They know my heart more than they know myself 他们对我的心的这种了解 远超过对我言行的了解 所以不管我说了什么 不管我做什么 我身边都知道我是爱他们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今天王牧师很多说法 很多做法都跟别的牧师不一样 但是认受的人都知道 王牧师真的是爱上帝 所以又回到2017年 别人说你可以做庇护 那我当时讲 我说我在20年前 我已经被上帝庇护了 你们明白庇护这个词啥意思吗 我已经被上帝庇护了 我说我做不到20年后 我被不相信上帝的美国政府 再来庇护 我说如果上帝真的要让我们留在美国 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身份 如果上帝现在没给我们身份 那就是让我们回中国 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的 一家六口大千余 我知道这个你也搬了两回家 是吧 从中国搬到美国 然后又从美国搬回中国 然后再搬回来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国际搬家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搬回去了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们搬回去了 是坏事吗 是好事吗 现在回口看 搬回去绝对是好事 第一 我们在美国那个时候是很难的 经济上 那四个孩子 虽然你们说 政府可以给你很多补贴 但是你身份没拿到 你敢去拿补贴 你懂吗 有的时候这就叫训练 看见肉也不能吃 看见肉就想吃 就叫本能 看见肉咱不吃 就叫本 我们就得靠 靠那个时候 有限的风险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 最重要的是 我2015年离开中国的时候 有点突然 所以中国的教会还没有适应 未来牧师不在中国教会 可以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2017年我们回去 18年19年 我们就花了两年时间 对教会做了一个大手术 我们整个教会被打造成一个 合在一起可以办更大的事情 分开了 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一面 所以今天我也带着这样的心愿 我来美国去发展教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来教会时间长 你就知道了 这个教会挺有意思 这么长时间 就这么两个人 对 我们在洛杉矶 我们就重点培养四个人 我们在旧金山 我们就重点培养两个人 我们整个美国现在只有六个人 而这六个人 现在怎么样 我可以负责的说 现在不怎么样 因为有一个人第一次来我们这聚会 对吧 都加入我们教会一年了 所以来了就当典型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可以负责人讲 这六个人不怎么样 但是中文化讲十年数说 百年数人 我有的就是时间 保险都买了 就是因为我相信 没错 没错 所以我自己我相信 一旦我们这六个干部培养起来了 我们后面有很多事情 就不那么难了 所以今天 所有迟到的人 seriously 书面写个 写个检讨 检讨 给我也行 不给我也行 但是一定要书面写个检讨 因为我们讲好今天一年来 我们讲好今天一年来 那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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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忙 但是我一直在想 谁是谁会是最后一个来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我们的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是我们正常的聚会 还是我们办一个特殊的活动 我们教会至少目前 我们是很单纯的 我们都是以主的名义来办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对外人 我们不能有要求 我们要求只能要求谁呀 要求自己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当过领导人都知道 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 你只能要求你自己 所以今天当我对你有要求的时候 你们知道 是因为我把你当做的痛苦 因为有一个人叫咪里 你现在让我要求他 你求我要求他 你给我钱我也怎么样 我也不要求他 我对他没有要求 我对他没有要求 但是我对你们 我对你们 中国的美国的 我今天我特别讲 迟到的事情 2022年 必须终止 在我们教会 没有迟到的事情 我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不管 因为我相信 我们是一群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人 我们就在细节上去体现出我们对上帝的爱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 我在想 我讲了 我去国税局 我连这三天都没迟到 人家没开门我就过去了 因为我没有约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以外也是 以外上移民局从来没迟到过 那个 建立上法庭会迟到吗 对吧 所以今天 耶稣的问题就在这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法庭 你不知道 移民局你不知道 秀局你也不知道 可是来教会聚会你知道 所以今天 耶稣问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所以我自己 我在想 我们在网上的几兄姐妹 我也对你们讲 因为我是八点还没有开始聚会 我七点四十就在线上了 所以七点五十的时候 我看一下 八点的时候我看一下 八点十分我看一下 八点二十的时候我看一下 我一直在看谁是几点到的 我为什么那么关心你们呢 就是因为神说了 你要喂养我的养 我关心你们 并不是我真的八卦 我关心你们并不是我真的没事做 我关心你们 这就是神给我的任务 所以今天我在想 等以后 如果伊瓦在七楼有了一个小的聚会 那伊瓦就能理解 今天我在说什么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相信 我自己我相信 在网上弟兄姐妹 我们盼望 二月份的每一次聚会 八点钟一开始 我们看到的是 所有该上线的人全部在线上 这是我的祷告 这也是你们对神的爱的回应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相信 有一些人就是来看热闹的 没有关系 我也没把你算作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也没把你算作我们教会姐妹 你们看热闹 你们既然来 我们都欢迎来看热闹 但是 你自认为是神的孩子 你自认为你是我们教会弟兄 你是我们教会姐妹 我们八点聚会 你就在八点之间上线就对了 所以今天我想 那些美好的革命传统 我们一定要 不单单要坚持 还有发扬广大 今天我们 本来我想让丽子讲 讲几句 他在认识我们之前 他学了一个基督教的课程 而那个课程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就讲到迟到 而这个课程对他营养特别大 因为丽子以前好像 我不知道 他好像经常是迟到的人 有跟你有这样印象吗 他自己说在之前 他是经常迟到的人 他是经常迟到的人 他学了那个课以后 他自己一个巨大的内心的转变 就是他以后决定不再迟到了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他上那个课还不是正儿八经的教会的课 只是有一些人把一些基督教里的一些东西 放在里面的一个课程 因为这样可以在社会上可以让更多人去学 这样的一个课程都对他有这样的触动 所以我自己我想 那我们教会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再提上来 所以今天我们在想 我们就想 伊万就想你去移民局 杰林就想你去法庭 我就想我去国税局 我们就想我们去这些地方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偏偏来聚会的时候迟到 所以今天主的问题就在这儿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神吗 所以我盼望2022年 我们在时间上 我们一起说 我们一起说 2022年 我们在 时间上 尊荣上帝 我们在时间上尊荣上帝 所以如果你不能把 你可以藐视法庭对不对 你就是比方约好出席的时间 你没去只要藐视法庭对吧 未必 未必 但是 这个 那就看情况 那就看情况 要看什么人 比方说你 你代理了一个案子 如果你因为什么原因 真的晚了 你可以打电话 跟法庭说 我这边稍微晚一点 你要打电话 可以反对 但是如果是 办移民的人 申请人 就可能 法官就下了一解定 是吧 没事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讲 所以 我们2022年 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 所以今天 你们 你们要知道 我也不是 啥人没干的 就是礼拜天等着你们聚会的 我也有一大堆事情 我要是想有别的想法 我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今天 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就体验在我们聚会上 所以我对安卓讲过 我说我知道你嘛 所以礼拜六你可以不来 但是你要来 你就从头到尾 坚持下来 所以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 所以今天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教会 跟其他教会比我们活动 就少很多了 但是我们每一次活动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全力以赴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想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要求 我只是提了要求 那今天答案在这呢 上帝问我们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所以今天 詹里可以跟上帝说 詹里可以跟法庭说 excuse me 然後呢 我来晚了 可能法官怎么处理你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詹里 你也跟上帝说 excuse me 这么多年 我没有去聚会 这么多年 我去聚会了 人坐在那里 心不在那里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常常问问 所以我们有一些人 你希望你的生意被祝福 你希望你的家被祝福 你希望你的孩子被祝福 你希望你这个被祝福 那个被祝福 你什么都希望上帝给你做 但是你却没有想上帝要什么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我跟你讲 做牧师这么点 我非常清楚 每个人找到我 每个人 干嘛 牧师你给我这个需要祷告 牧师给我那个需要祷告 但是没有一个人问我 牧师你房租怎么付的 牧师你车怎么买的 你懂我说意思吗 我告诉你这些年 非常少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有些人什么都不找我 上来就把一笔钱放在这儿 或者上来就把一笔钱转给我 没事儿 我告诉你 这样的人 你说我能记住他还是会忘记他 我讲过吗 有一年 我们教会因为办一场大型活动 被政府给盯上 那个时候我就赶紧 第一 赶紧找场地 把活动继续办 就转移建立 另外一个还要通知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 又都是用短信 你知道吗 这个通知 而且通知还小心 因为已经被盯上 就容易出事 正是我最忙的时候 有一个大姐 我有的人听到这都知道我讲谁了 给别人家做阿姨的大姐 一个就是给我打电话 说牧师你在那我想见你 我说你有啥事 我都能帮你 我都愿意帮 但是呢 今天我实在没时间 我说那这样 我就让我身边的一个人 叫刘英杰 现在在加拿大呢 我说我让他去见你吧 他看我实在是没时间 他就说OK了 然后我就让那个刘英杰姐妹去见他 过一会儿刘英杰姐妹回来了 说牧师啊 这个大姐说 这个时候教会最需要钱 这个时候教会最需要钱 然后呢 他钱也不多 因为你知道给别人做保姆的吧 给别人做家政的吧 在中国在美国都说 他说就这一万块钱 他全取了 怕别人趁着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 把钱给拐走了 你明白吧 就比方说正乱的时候 钱给詹尼了 结果詹尼忘了 詹尼并不是真的想把这个钱了 忘了 所以他就一定亲自把钱交到手里 但实在他那个嘛 他就盯住那个姐妹 说你现在就赶紧去找牧师 把钱给牧师 然后见到牧师确认一下 那我就当着这个姐妹 庙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放心吧 钱我拿到 上去祝福你 这是这么多年 我到现在没有忘的这个姐妹 所以每一年春节 我做探访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他家 不管我们行得多紧 有一些人可能我请同工去 有一些人我自己去 但他家一定是怎么样 我自己去 而且到他家 不需要他跟我说 牧师让你为我这个祷告 为我那个祷告 我就给他祷告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你的事情用求还是不用求 哎呀妈呀 终于有懂的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你的事情用求还是不用求 但是今天反过来 你没把上帝放在那边 你求也没用 很多人你们都知道 找我也白找 找我也白找 几天前 Vivian Vivian的一个朋友找我 买机票买不到的 孩子留学生 五月份 我上网一查 有票啊 八万多 一张 人民币 我说 我在问问吧 一把之后 我认识这个洛然基南航的经理 我就跟南航经理打电话 我说 刘悦生 这个要回国 五月份的机票啊 你现在几月份 现在二月份 还提前那么长的 五月份 然后呢 这个给我报了价 还算便宜 四千多美金 四千多美金 何人币多钱 四六二四 两万多不到三万 对吧 你要是官网 八万还没有票 这个呢 就是三万就给买来了 然后呢 家长呢 觉得有点贵 问我能不能便宜 我一直也很实在 我就问那个南航经 我说能不能便宜 南航经理是这么说的 说的确有点贵 但是你现在不买以后 恐怕买不到 人家 人家不担心 没生意 然后呢 家长说 那太刷了 赶紧买吧 买完了 然后另外一个家长 听说了 也要了我微信 就要找我买 从头到尾 没说一个谢字 从头到尾 没说一个麻烦你 OK 然后最重要的 还跟我说 说那个 我们之前买了一张票 能不能给我们改期呀 就改到 也是那一天 因为我们买的 不但价格好 时间好 你知道吧 刚好是放假 然后就可以走 要么你还得放假 等几天才能走 我就把这位妈妈的这个微信呢 发个截图 做个截图 发给了这个 我帮忙的家长 我帮忙的 我说请你跟他说一下 我呢 是个牧师 我不是南行客服 你们听懂了吗 你们听懂了吗 那个大哥呢 也觉得挺抱歉的 他知道我很忙 知道我已经刚刚帮他的忙 所以说 他说那这样不管了 你就让他自己吧 我说那就照你说的办了 他找我 这事我能不能办 说句实话 就是打个电话的事情嘛 再说复杂点 就是刷我的脸嘛 我欠南行经理个人情嘛 回头我再补上嘛 对吧 这事是能办的 但是我就没有办 因为你是妈 我也是爹呀 当然咱俩不是一家了 你是妈 你爱你孩子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别人不是以你为中心的 不是说你想干嘛就干嘛的 你能不能客气一点说 你方便吗 给你添麻烦了 可不可以 对不对 一瓦可以这么没礼貌 为啥 咱是一家人 李先生在线上呢 我是故意的 对不对 一瓦可以这样 你们可以学 李先生在线上呢 我们是一家人 但是你是谁呀 反正我就发个截图 我说对方可能误会了 我说你告诉我 我是个牧师 纯属汪汪 我不是南行客服 我说你想改妻 一样买酒 你叫南行吧 you know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就想告诉你 你可以没有礼貌 上帝也爱你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一瓦 主要礼拜五晚 说的特别经典的话 没有人愿意多干活 特别是在没有增加工资的情况下 你知道吗 所以这句话特别适合我们家师母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就没工资 而且还得随教随到 而且还得让你干啥干啥 今天你可以去唱歌的 明天你可能做饭的 后天你又可以 你算说对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真的跟上帝是一家人了吗 我们如果跟上帝是一家人了 我们很多的想法 很多行为就怎么样 就不一样了 所以今天耶稣这一个问题 问了三次 如果你听懂了 你就知道你以后该怎么做了 所以我自己我还是这样子 我自己还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我有啥本事 反正一般你找我的事 经过祷告或者经过找人 都能给你搞定 但是我还不愿意讲这一块 我我想讲的是 你们也能像我一样 就是这么神 为啥这么神 因为我把神放在第一位 我把神放在阿们吗 所以我继续在讲 我的工作就是让我没工作 你们明白我在讲吗 我的工作就是让我没工作 就是你不要有事找我 你不要有事找我 你不要有事找我 我当然祷告灵 你祷告灵不灵 当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你祷告也灵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都想 我们教会的level one 很多人都是level零你知道吗 level one 是你不找我 但是今天2020年 我们要进到level two 你不找我 你还得跟着我一起干大事 而且还得有组织有距离 阿们吗 所以今天我们看 我们在中国的通工 雪阴也好 冬雪也好 森林也好 吹雪儿也好 这一大批 他们level one全部及格了 他们不找我的 从来不麻烦我 过去这两年从来不麻烦 如果他们麻烦我 我就没有时间去陪 美国弟兄姐妹了 但是level two 我做事情 喊他们来 他们还来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的祈祷就是 在中国 在美国 我们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 你说牧师可好了 你成神了 啥也不用干 活着想我们干 如果这是我的心愿 那你就太不懂我了 我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训练 你们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各自 在各自的领域 成为那一个火苗 火种 把更多人带到上面面前 我要的是你们的影响力 就好像伊瓦基 礼拜五这样 这个活 没干过 老板让干 还不给钱 但是他心态变了 因为他要创业了 他觉得如果我要创业 这些我还要学 那为什么不拿老板的钱 需要学东西呢 他就干了 所以今天同理可得 我让你干 你就干吧 干了你就锻炼了 等有一天 你自己当牧师了 你自己带一群人了 你就知道怎么样 可以带领好的阿门吧 所以今天安州也是一样 然后玉莲也是一样 你们现在的团队 才只有十几个人 你们参加过 WFG全国大会 几万人 十几万人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团队至少就几千人 如果你们团队是几千人 请你告诉我 你怎么去牧养 去带领 去管理你们团队 所以那一家公司的老二 跟老大怎么讲 那一家公司的老二 跟老大说 几十个人靠感情 上百个人 靠制度 等到上千人就靠什么 靠信念 他说现在我们必须 需要王牧师来帮我们 所以他们老大说 OK 那我们请王牧师来 所以今天 我告诉你 我们人少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 都没问题 今天 Jenny不来 安州不来 伊瓦不来 VVM不来 今天我们能不能把 这个事情给她做起来 也能 没啥事吧 对吧 因为毕竟今天的规模不大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训练了以后 我们 人再多一点 事再大一点 我们也怎么样 也能把她扛起来 然后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得锻炼了 等我们 自己有一天 独立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也就很轻松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不管什么事 我都敢接 不管多大场面 我都不慌 为什么 就是以前 我自己也好 别人也好 我都在里面 做过了 参与过了 经历过了 所以今天 我们在想 耶稣三次问彼得 就一个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如果今天我们知道 宇宙的主宰是上帝 而上帝又真的因为相信 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第一位 我们就跟谁在一起啊 跟宇宙的主宰在一起 你们还记得 中国有个成语吗 Grace中文 你是最好的吧 狐假虎威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我就不讲了 他们都知道 因为我就担心你不知道 狐假虎威 老虎是百兽之王 当然所有动物都会怕他 但是大家不怕狐狸 你知道吗 所以狐狸 跟着老五后面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中国有个人叫狐假虎威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的事以后 会顺到你无法想象 因为你跟神在一起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为什么 我能在Facebook 这么充满压力挑战公司 帮助一个要死的人 三个月生日加息 你们都见过对不对 焦虑 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晚上睡不着觉 白天就要吃到去饭去 一个礼拜 晚上不睡觉 白天不吃饭 要么成仙 要么成鬼 所以今天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月的时间 他身体完全好了 然后现在他已经生殖 那天给我打电话 师母在旁边听起来 师母说 声音都变了 我说你换你你声音也变了 因为生日加息 心情好了 声音都不一样了 讲话声音都不一样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告诉所有人 都不用祷告的 都不用祷告的 因为神与你存在 我就对这个人讲 我说以后你不用祷告 我说你就是这样 持续的不断的 跟身边人讲神 让身边的人 持续的不断的 看见神与你同在 所有的好事 跑都跑不掉 绕都绕不开 一定落在这 詹妮你相信吗 所以最近 你的客人很多 对不对 因为最近你在坚持 敬拜赞美 坚持敬拜赞美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 我离开中国教会 两年中国教会没散 不是因为我 我离开中国教会 两年中国教会没散 是因为中国教会 每一天在抄圣经 阿们吗 每一天神与他们同在 每一天神在我们中间 所以今天一个家 想让他不散 打仗是没有用的 到后面找律师 更没有用 律师也只能 帮你打官司 多弄点钱而已 所以今天我们要保一个家 我们要保一个教会 我们要保一个国家 只能需要什么 上帝 最近 有一些 这个有文化的人 都跳出来谈那个 徐州的 大哈尔母亲 我的一个朋友 有一天他家猫丢了 找了一宿把猫找回来了 然后在网上发一个帖子 所以你再敢出去 如果真走丢了 你就变成八个孩子的猫了 你知道吗 这个已经成为一个 一个段子了 然后有些人就讲 那为什么这样呢 今天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把它也可以拿过来 说一说 在一个没有 信仰的人群当中 你会 娶一个比你好的人 还娶一个比你差的人 你会嫁一个比你好的人 还比你差的人 那个村长就说了 你们常年找不到媳妇上 我们农村找媳妇来 那我们农村找不到 先上罩去 只能上更穷的地方 所以今天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人性里面 没有神的爱 这一个事情 永远就不懂 在加州和德州 这两个我要去的州 人口拐卖都是美国 那个案件率很高的城市 德州也是 德州 我在德州有一个朋友 他的工作就是 跟各个教会合作 然后去帮助那些被拐的人 可以安置起来 那就是警察破案了 把这个人给营救了 但营救以后 你知道在美国 还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他后面的生活呀 就业呀 还有很多的疏导 从教会合作 他是在警察局跟教会中间这么的 就警察局破了案子 这一帮人营救出来了 他们就通过教会合作把他们安置起来 这个工作量很大 他就说明人很多 而且我们这次去德州 因为时间关于我没有时间 带你们往南溜达 他有一条公路 像我们加州这个15号公路一样 德州有条公路叫35号公路 从达拉斯一路贯穿下去 去修盛的 就在这条公路上 经常会有人就神秘的 就失踪了 所以35号公路沿线的城市 都是人口失踪力的重要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想说的是 中国有人口失踪 美国有人口失踪 但是两边的原因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向上攀 向下踩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我们有好多问题 我们不是不去解决 而是我们先要解决 我们自己的问题 而是我先解决 所以那一天我跟威妍安讲 我说如果我在家里面 我不能把我的妻子搞好 她对我都不顺服 我就不在教会里面去管我的痛苦 我说同样 如果我自己的痛苦都对我不顺服 我告诉人家一点来 结果你们一点半来 我说我也不上别的教会 给人家去传经不道去 所以今天我想我这样讲 就是因为要让我们教会的每个人 都能爱主超过爱一切 所以以后迟到的事情 在我们教会就不再发生了 那我们教会在接任何的信的时候 也就会更有这种productive 那我们接下来看 三次彼得答案是一样的 说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但是三次主的答案不一样 这里你给我念一下 三次主的回应 约翰福音21章 三次彼得答案一样 说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但是三次 神给他的回应不一样 约翰福音21章 第一次 十五节 耶稣怎么说 对 你就看十五节最后那一部分 耶稣说什么 OK 好 那十六节最后那句话 耶稣说什么 你牧羊我的羊 好 第十七节 最后那句话说什么 你被羊我的羊 好 把三句话抓出来 第一 你要喂羊什么 我的小羊 第二句话呢 你牧羊 我的羊 第三句话呢 你喂呀 我一样 OK 这个在英文里面确实不太一样 一是 Tender Feminine Lamps 第一个 Lamps 第二个是Take Care 对 就变成Ship了 Shepard 对 第三个也是Ship 没错 这是为什么呀 所以 在这里面 我们要看到 我对待美国的同工和对待中国的同工现在一样吗 不一样对不对 但是是不是都是我的同工呢 是不是你们都是主的羊呢 所以有的人信主时间短 有的人跟神的关于浅 所以还是小羊 有的人呢 已经在信仰交路上已经很坚定了 已经是一个主的羊是可以被主用的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也需要怎么样 也需要去喂羊 所以喂羊小羊 牧羊羊也要喂羊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 所以你家里只有一个孩子 你什么事都围着他转 但是我们家里几个孩子 四个孩子 升学辅导需不需要 需要大的需要 小的呢 不需要 小的需要什么 小的需要语言辅导 所以他们在那儿学中文 所以一个教会里面 大家的生命怎么样 有高有低 大家信主时间有长有短 所以你不能简单的 就好像我为你祷告了 你不能简单的 我给你你想要的了 而是要真的是 你需要很多的爱心 耐心忍耐去陪玩 所以Jenny跟Angel 你们俩在一起已经好多年了 你们互相了解 但是你们去看 我对待你们俩的方式一样吗 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Angel在中国就信主了 他虽然到美国有一段时间软弱 但是他那个根 他那个火 还是中国家庭教会的根 中国家庭教会的火 所以他是跟我最容易能产共鸣的 是一代就能起来的 所以我上来 虽然我是通过Jenny认识Angel的 但是我上来 我就说Angel我要带你 每个礼拜带你 对吧 那Jenny 你是非常典型的 在美国信主的 你的信仰还非常好 但是你的信仰里面 有一些东西 需要慢慢的 跟我有一些互动以后 认识我了 接受我了 我才能对你产生影响 所以前面 你自己都知道 我在你办公室聚会 结果茶水准备好 饭准备好 到聚会的时候 你上隔壁做案子去了 就说明 那个时候你还不能接受我 你跟我说 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 因为我说的 我做的 跟你之前见过的 美国的牧师 还是有些不一样 但是我也不着急 慢慢的慢慢的 你知道了 我说的 我做的 对你是有帮助的 现在 我们现在 所有人都看得见了 礼拜五 这样你一定把所有的工作放下 然后 到这边 跟我们一起聚会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想 美国的弟兄姐妹 现在你们最大的问题 虽然我是对中国 我讲到 当然我听你们 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小羊 你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小羊 所以我自己想 无论是你工作上的同事 还是你家里的邻居 慢慢的 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小的聚会 中国话讲 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 所以你 如果没有亲自 在喂养小羊 在牧羊羊 在喂养羊上 有一些经历 所有的理论 只能让你 变成老油条 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 到一个地方 信主时间太长的 我还真不带他们玩 我专门找那些 没信的 或者刚信的 当然 像安德尔这样的也OK 虽然现在好像有一点动摇 但是毕竟之前 那个根子非常好 安德尔在北京的时候 他们是几个人都住在一起 对吧 他们几个人都住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连的模式 就是我们不是仅仅礼拜天 做个礼拜 我们平时每一天 我们在一起祷告交流 当然白天去工作 晚上回到家 我们祷告交流 所以他生那个活 他都没跟我讲 我都知道 我一看到 我就能感受到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三年一定要结果子 以往还剩一年了 因为我们从2020年算起 2020 2021 现在2023年一定要结果子 所以今天 Gracies也是一样 你跟我一样 都是新移民 我们刚来这里 但是不管到哪里 我们都要结果子 我们就要传福音 我们也要带一些人 带一些人 我经常 VBN不在 那个 Janine你应该知道 我在去达拉斯之前 我给你们要见的 那个海州 用一下吧 海州的夫人打电话 她叫齐桂平 我就跟桂平讲 我说你们要在达拉斯 自己开个教会 她说我们什么都不会 我说OK 她自己有两个孩子 我说你想没想过 在你刚结婚的时候 你想没想过 你如果有孩子 把孩子就给你妈带 她说我真这么想过 她说我真的担心 我带不了孩子 我生下孩子 给我妈带 可是事实上 生完孩子 两个孩子都是自己带的 我说对了 我说我当牧师这么多年 我经常遇到 张三说牧师啊 这是我同学 他要信主 牧师啊 李森说牧师啊 这是我同事 他要信主 我说牧师啊 这我邻居到个信主 都把孩子生完以后 让牧师的 我说我们教会 很早就已经不是这个模式了 既然你已经带你朋友信主了 既然你已经带你同事信主了 既然你已经带你的邻居信主了 你就继续带他吧 又牧师我不会啊 把你会的先讲一遍 OK吗 当你把你会的讲一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神就在你心里面动工 那些原本不会的 你也慢慢开始会了 所以今天伊瓦是最最清楚的 这这几年 基本上你自己一个人带 对不对 没人教你 孩子有问题怎么办 孩子问 那就想办法去解决吧 你每一次把孩子能解决了 你每次就比别的妈妈 就更厉害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你如果自己不带人信主 牧师讲课都没有用了 听久了老油条 以后就开始自己做那个评委了 你知道吗 哎呀 这个牧师讲的好 那个牧师讲的不好 这个牧师讲的生动 那个牧师讲的不生动 这个牧师讲的有意思 那个牧师讲没有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我们把自己 沦落成基督教的牧师评委了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 我不认为任何人做我的评委 我不认为我们教会 任何人拿我跟另外一个牧师比 但是我希望我们教会 每个人都做一个牧师 阿门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例子讲 我说例子我给你洗礼 我也不要钱 第一次啊 不要钱 我说你既然是洛杉矶 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你的客人这么多 我说这两年排单每刻 有人丢了工作 有人丢了婚姻 有人丢了健康 有人丢了回去的希望 我说他们找你 把案子做完以后 你能不能再多做一点事情 别人让你走一里路 你走二里路 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关怀 我说如果你愿意做这个事情 你就去做 遇到困难 我在背后支持你 所以例子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过去他的经历 他也愿意这样做 我们俩就一排即合 所以我跟他讲 我说以后 我跟你每个月见一面 你自己的case 我也愿意帮你 你帮的人的case 我也愿意帮你 我们就一起往前走 所以今天 这才是昨天晚上我讲的话 我们教会 有人在教会里面 有人在教会外面 但是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外面只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在心灵层面 我们是一个教会 或许未来神透过他 借着他的律师事务所 可能会影响一大群人 所以我相信 这个恰恰是美国教会 现在所没有的 而是中国教会 接下来会更加蓬勃的地方 所以回到中国 3月1号断网了 我们所有线上的人 都变成了自动 就变成了游击队队长 所有在线的人 你们就自动 带着你身为的人 身边的人 去做礼拜 去学圣经 去祷告 然后慢慢的 以你为中心 一个小的小组 一个小的教会 就成立了 再往后 我们每个人 都会知道 王牧师今天在讲什么 王牧师 在传递什么 所以今天 耶稣 三次问彼得 彼得最后 也是用他的实际行动 去回应了神 后来彼得再也没有跑 甚至他有机会 都逃跑的时候 他又重新回到耶路撒 接受刑罚 那还有一小段 我回头补充 就是 耶稣说 你现在 你想去哪去哪 等你老了 你会被人家抓着 去你不想去的地方 我想我再拿一个时间讲 但今天 我重点就讲 耶稣 三次问彼得 而彼得是怎么样 去回答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好